这个价位跟这个价位差多少 这个啊 这个就是说你刚才说的 你朋友卖400块就很正常 如果这种茶卖400块就很正常 对对对对 打这个给你看 你说的这个 那当然也有区别嘛 这个跟这个也有区别嘛 你意思这个才是正宗的 这个是16年的茶 这个是19年的 对 这个反而更老 颜色更新 对对对 这个反而是正好八景的 大白毫小白毫 这个就是叶子才是老的 像这种是真正的老叶子 老的叶子 就说你说的那个什么 反手龙他做的黄金叶什么 应该就是这样这样子的嘛 但是他品种是真的嘛 就是他那么大的一个大丝嘛 像这种的就是叶子是很老 但是他的这个叶子 看上去跟这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是吧 他也是很老 一样的 这个就是说等级来讲 就差不多嘛 是吧 这当然比这好 这个就 普丁料 这种就外山料 那外山哪里的 可能就拼配的料 这个价格又是天差地别了 对对 如果这个卖400块钱 就很合理是吧 我那天看这个 确实群里面 他们发的照片是这个 是这个 这种 应该会看得出来 这个枯料 这怎么会看不出来 这个料在我们这 说实话 我们喝都不喝的这种茶 这款是16年的 就是这个左边 这个是19年的 这个仿制茶 就是右边这款 哎呀 它有点转化成一点点的药香 好像还是药香有一点点 这个其实是 它的这个叶子比较老 其实有一点木质味 就木桃的味道 哎木质味 你说一下 是我刚还有一点药香 木质味 哎呀 喝不下这个 这会吐啊 这有点枯叶的味道 而且它是有点 有点 有点像发酵不好 还是说 有点腐味 好像腐烂的味道 这个就是说 好像树叶枯掉 然后自然脱落了那种 哎 那种味道 有点腐的味道 像我们休天的时候 叶子很多脱落下来 对对对 窝对窝在那边的味道 对是 所以说还是有其理 哎呀 这个其实是成本很便宜的 都便宜到奶奶家去了 这个这个茶 但是外申的客户啊 他分不清这么多 所以我今天就特意拍一期这种视频 那有些 多花点钱没关系 但是就 有些人就说 我意思不要闷在鼓里 你多花几十 那都没关系 那不要贵的离谱 你像这种茶 网友 我还 而且还是我自己的粉丝 自己的茶友 花400块钱去买这种茶 我的面子都丢了一圈 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跟他说 你下次别说是我的粉丝 还说认识我 认识我这种茶 还外面买了上当 我搞得我都没面子 那是现在 在市场上就是说 也比较乱嘛 那当然都一样 普洱茶也一样 市场都是有 有这些东西出现 真正假假 对 都是很正常的 也不能说是完全是假 只能说他的工艺 工厂条件不好 然后做工的工艺有区别 就是没那么 做的没那么好嘛 还有一个品种的区别 不会就这一些 缓不缓的 这个就是说 有产品出来 都有人去模仿 主要 主要是笋的产品 就是说是不是高山料啊 然后品种是不是 我们这种大白蚝啊 好像仿制的也都是出自我们福建啊 好像外省好像很少仿制 可能也存在有吧 有啊 我呢只能说可能存在有 好像我们福建人做这个比较多一点 把福建人说的那么坏 那打来跟福建人 因为你福建不管云南的茶 或者云南那个 我们有工艺 对就是工艺主要是工艺 比如说你真正高山的料 品种如果说好的品种 是高山料的话 那工艺好做出来也是 也是可以的不错的